万荣乡想要设施一座农特产品 据展示推广中心 不过预定地是退府会所有 为了争取地方经济发展 立委孔文集特别要求 退府会的副主委陈晓明 还有台东农场的厂长 以及万荣乡公所团队 到这个预定地来会刊 孔文集要求退府会 台东农场可以办理拨用土地 给万荣乡公所 立委孔文集利用自己空档的时间 来到万荣乡公所 来提取农特产品展示平台预定地的简报 这次也要及得退府会副主委陈晓明 副主长杨明副科长杨芬系 台东农场厂长 以及副厂长共同来商议 来协助地方发展 因为万荣乡公所 在差不多三年前的时候 在古明光厂长的建议 他是希望利用一个 就是属于台东农场 退属于官兵辅导委员会 台东农场的一块地 在名利村那个地方 是希望作为 乡公所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产业 这个推广中心 销售中心这样 那这个乡公所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然后呢 我们今天特别是邀请到了 退府会的陈副主委下来 因为看起来好像呢 退府会台东农场呢 那个比较不积极 所以我上次在立法院咨询 这个乡公所建议已经有差不多一年一两年了 但是到现在的进度还没有 台东农场呢 这个可能还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呢我上次在立法院咨询 就是咨询那个退府会的陈副主委 那跟我约个时间到现场去看 所以陈副主委呢 就答应我们今天一起到这个万荣乡去会刊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看起来是退府会不是很积极 这个我们万荣乡公所呢 他又期盼这个非常多 非常这个久 所以我们是希望 今天下午去会刊 能够把这个土地移拨的 这个事情都能够处理好 然后作为我们万荣乡公所将来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推广中心 第一位空姐表示 万荣乡公所做了相当完整的简报说明 确实能够为地方未来发展相当有成长性 而这次为了争取地方的重大议题 也要求退府会台东农场来尽速协助万荣乡公所 进行拨用土地的问题 他也会持续监督农厂产品展示平台的专案 来为地方经济未来发展来努力 记得喜欢我们的小伙伴们到